七年解密 不知是风温有意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 《创世纪》第四章 十七到二十四节 该隐的后代 该隐与妻子同房 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一诺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 就按着他儿子的名 将纳成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 以拿生米户亚历 米户亚历生马土撒历 马土撒历生拉麦 拉麦娶了两个妻 一个名叫雅大 一个名叫喜拉 雅大生雅巴 雅巴就是住帐篷 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雅巴的兄弟名叫尤巴 他是一切弹琴吹销之人的祖师 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 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马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 雅大喜拉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 壮年人伤我 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 我把他害了 若杀该隐 遭报七倍 杀拉麦 必遭报七十七倍 在第四章与第五章 记载了两个家谱 这两个家谱 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对比 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 该隐的家谱 从中吸取教训 成为我们的警戒 并且透过该隐的家谱 来思考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趋势 与走向 首先第一个 该隐为自己的儿子 宇诺建立了人类的 第一座城市 宇诺城 这是城市的来源 宇诺的意思是开始 或是奉献的意思 该隐有了儿子以后 希望一切都能够重新开始 他不想过漂泊无定的生活 他希望能够过安定的生活 因此他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建造了人类的第一座城市 宇诺城 这也是人类城市的来源 因为他知道自己 才能保护自己 他不想再靠上帝 也不想接受上帝的审判 因此他自己选择了 住在有保障的城市里面 四面围起高墙来保护他 上帝希望透过对该隐的审判 能够让他依靠上帝 能够悔改 不再靠着自己生活 但是他却依然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看到大卫当年 被扫落追杀的时候 他也同样过着漂泊无尽的生活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更加的依靠了神 诗篇十八篇第二节 大卫说 我们看到大卫当年在逃避 以扫的追杀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保障 他也没有任何的城墙 他也没有任何的堡垒 但是他以依和华成为他唯一的保障 在这里我们看到最早的城市的来源 是因为人们对上帝的不幸而产生的 因为没有安全感 对上帝的保护不放心 只能自己透过外在看得见的东西 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 古代的城市的兴起 是出于防御上的需要 在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士族首领 统治者居住的地方 修筑高墙或者成锅 形成要塞 以抵御和防止别的部落 士族和国家的侵犯 保护居民的财富不受抢掠 这也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种军事 都是为了保护一个国家 该隐的后代已经不再从事体力上的劳动了 他们开始了其他方面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的后代也跟他学习 比较擅长脑力劳动 这也是城市化的趋向 就像今天的人一样 也都非常擅长于脑力的活动 很劳动 因着该隐发挥了脑力方面 因此他的后代在很多方面非常有成就 这就是早期的城市文明 他的后代创立了音乐 成为了音乐的祖先 打造了各样的铜铁利器 开始了战争的模式 并且他的后代还要多期 当然如果看该隐的后代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群体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 该隐的后代是在技术上面的 当时的领先于世界的 这也是世界的科技的 早期的文明发展 并他们制造了利器 这是人类早期的进步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反映了现在的世界 是一个精英文化的世界 就是这种精英文化世界的主导 导致人与人之间开始失去了平衡 并且也没有安全感 整个世界是活在一种 你争我斗的状态里面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工作上的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我们最近也看到了 中国大陆与美国贸易的战争的竞争 其实这就是该隐文明 精英文化的影响 真的就如同传道书所说的 亦有的事后比再有 该隐后代的文明的发展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对上帝也没有信靠 因此他们什么都靠自己 当然上帝给人本身有很好的智慧 因此该隐靠着自己的聪明与智慧 也是很不错的成就 但是我们的文明中 是充满了血腥的 也充满了暴力的 还有就是不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婚姻 完全任凭自己的情欲 在自己的生命中做主 因此这个家谱就开始越走 离上帝越远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学会依靠神 在神的里面建立安全感 可能我们的人生会很辛苦 但是我们可以更好地学习仰望上帝 不要追求安逸 安逸就会让我们逐渐地 依靠周围看得见的保障 我们会去靠医疗 靠金钱 靠保险 而没有真正地去靠上帝 该隐正是因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 因此他开始用这些东西来代替他的安全感 透过该隐也是让我们能够学习 像大卫一样 在无定的生活中 每时而每刻 学习依靠神 并且在他的里面找到安全感 就像大卫所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耶和华是我的保障 基督徒当然需要追求进步与卓越 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目的也是为了 让我们更好的爱神 与回应上帝 而不是要证明我们的能力 也不是活在精英的思维当中 人类的文明发展也不是坏事 但是同时提醒我们 是不是这样离上帝越来越远了呢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 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也接受神给我们的管教 也接受上帝给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或许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像大卫一样 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 依靠神 当然或许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有可能像该人一样了 活在一种非常安逸的生活当中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时刻地依靠神 不要依靠我们周围 看得见的物质和财富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安静等候神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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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